疫情期间很多人的生命因新冠而变得灰暗 而有些人的生命却因新冠而变得发光发热 在疫情刚开始时 一位美国17岁的高中生 独立开发新冠疫情专题网站 ncov2019.live 提供新冠病毒的实时数据及疫情的其他相关信息 截止到5月14日 此网站每天有3000万人浏览 一斤访问量达到7亿 这个流量数是什么概念呢 去年6月可视化数据平台 在Vero Capitalist公布了一组数据 6月份排名第一的谷歌流量为60.49亿 YouTube排名第二流量为24.31亿 而中国网站排名第一的是百度 流量为9.77亿 而这个17岁的少年创建的网站访问量 快达到了跟百度一个量级的访问 不得不说一句 优秀 而流量如此级别的网站 如果要是设置广告位 进行广告的嫁接 可以赚到至少3000万美金 然而他没有 就在最近 他又拒绝了一个开价 800万美金的广告邀约 面对这个一夜暴富的机会 这个17岁的小哥却说 No 而且写知道 我才17岁 我不需要800万美金 我不想成为暴力症 回忆起开发这个网站的动机 这位天才高中生 说去年疫情刚开始蔓延时 他就发现各个平台的信息差异性很大 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都参差不齐 不同立场的媒体发布的信息内容 对民众的误导性也很强 为了提供最真实最准确的疫情信息 小哥哥则建立了此网站 看完小哥哥说的话 小编仿佛看到了人类之光 未来果然是年轻人的 那他建立的网站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首先就是页面整洁清晰 左侧是全球病例总数 而右侧是各个国家 定例相关的实施数据 小哥还用了不同的颜色和尖头 来显示数据的变动方向 而这个数据都是网站自动抓取 世界各地的政府网站和卫生组织 包括WHO和CDC的数据 每10分钟更新一次 为访问者免费提供世界各地 有关新型病毒的确诊病例总数 治愈总数 死亡总数等信息 同时用户还可以查到 全球疫情地图 病毒百科 疫情新闻 突然通知等综合信息 为了使这个网站可以正常运营 小哥翘克了两周 全程监控网站的运行 及时修复bug 这个精英精神 很多熬干的业的马龙 应该留下了深刻的泪水 据了解 这位高中生虽然只有17岁 可是已经是一个 有10年经验的自身马龙了 从7岁就在YouTube上 通过教学视频 苦连记忆 在小学就建立了 A Stick Figure Animation Hub的网站 并在上面汇总了 该线高中体育比赛的 责分 全球抗议活动的消息 以及火星上的天气预报等 天才的人生 总是如此的强悍 而难得的是 在这个金钱质上的社会 还有如此不忘初心的少年 Make World Get Better 小哥说到对于网站之后的规划 因为疫情看来 短期内并不会彻底结束 他也将继续追踪疫情 并努力添加新功能 直至疫情结束 到那个时候 他将关闭服务器 并制作一个页面 将新冠病毒 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进行比较 方便人们的回顾